距離跟時間的關係圖 S 我們把它當作距離的代號 來看著 如果以這三條線來講 老師直接以 也直線上 直接跟同學做解釋 希望同學能夠了解 每一條線所代表的意義 甲跟丙的話 他們的出發點是不同的 因為坐標不同 距離這些坐標不同 他們的出發點不一樣 可是他們的傾斜程度 你注意看一下 他們傾斜程度代表 每一秒鐘所走的距離都一樣 那麼就是代表甲乙是什麼 甲丙 甲丙是什麼 他們的速度是相同的 所謂的相同是 包含的大小跟方向都一樣 而且你記住一件事情 當ST圖它的直線是一條斜直線 不管是往上斜往下斜 我們都叫它叫做等速度 等速度 所以甲、乙、丙都可以叫做等速度運動 等速度運動 但是乙的方向跟甲丙的方向是什麼 相反 往上跟往下代表方向相反 你看得很清楚 同學注意 這是ST圖 ST圖 如果說今天ST圖是一條水平線 以這個綠色的這個釘來講 這個釘就是什麼 從頭到尾都在同一個位置 這代表的就是鏡子 這就是鏡子 好 這一個在我們未來所面臨的題目 幾乎都是從這邊在命題 公式所佔的角色分量並沒有那麼重 這一種題目才是我們命題的重點 接下來看到VT圖 好 VT圖 所謂的VT圖就是速度跟時間的關係圖 好啊 注意囉 同學這裡老師要你特別特別注意 剛剛我們講過斜直線 它代表它就有一個速度 距離在跑 等速度在跑 那如果是VT圖是一條斜直線呢 這時候AB我們就叫它叫做等加速度 等加速度 同理聽著 今天如果有一條線往下 這條線是C 這條線是C 注意 它本身的加速度 它本身的加速度是什麼 是跟速度是一號 代表它的加速度是負的 可是這一台車 注意聽喔 這一台車跟我們剛剛的觀念不一樣 這一條線雖然是往下斜 可是這一台車還是在往正的方向開 只不過是速度越來越慢 越來越慢 小心 剛剛乙的話是直接是反方向 乙跟 注意聽喔 乙跟甲柄是反方向 可是這個地方你注意 C C在這一個T2秒之前 這個地方 它雖然是往下斜 可是它車子的方向 還是往正的方向在開 跟ABC三台車子所開的方向 目前這裡所畫出來的圖形 都是一樣的 當這個C一直往下走 走到跟這個T軸相交的時候 注意聽 這時候代表是 這一台車子已經停下來了 你要了解 所以這一段過程 它還是在往正的地方開 跟夾A B一樣 那感覺上就好像 A C原來有一個速度 有一個速度 那C是在煞車 A是在加速 這種感覺像什麼 今天在高速公路很多同學 如果爸爸開車開得太快 結果躲在路旁的 警察巡邏車發現了 警察巡邏車衝出來 就是這個圖 這一條紅色的線 就是爸爸開的車子 A跟B就可能是警車 怎麼說 今天你車子很快對不對 那你經過了 那警車追出來 警車追出來開始閃 這時候你看到這個訊號 你就慢慢踩煞車 慢慢踩煞車 慢慢踩煞車 然後車子停到路邊來 那警車加速到一定速度以後 追上你的 這時候他才跟著你 也停到路邊 然後爸爸就準備接紅單了 所以你要了解 這個車子整個過程中 它是在減速 它是在減速 可是它的進行方向沒有變 這個地方要特別小心